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你們看得沒錯,我現在的頭變了紫色 今天這條影片綜合了很多不同觀眾的問題 長久以來都會問的 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歡網購的 香港的專門店買東西,或者萬寧,Watson市都好 應該大家都感受到 不知為何永遠會比在外國買或網購 所以今天想跟大家解購一下我比較常買的5個網購網頁 第一個網站就是iHerb 這個網站比較像超級市場 我自己最常買的就是一些製品 我會吃魚油、維他命B、C和D 我不是每天吃的 所以我都是幾個月甚至半年才會買一次 裡面買的東西其實都便宜的 但是這幾年它加價的幅度都加得很厲害 如果你說化妝品、護膚品方面 我買過最便宜的Lanage的唇膜 我就是在iHerb買過 曾經試過,它是韓國的護膚品 打8、5折、節日優惠 然後還有很多卡扣完之後 是半價的 比起專門店 iHerb是有運費的需求的 我不肯定它是多少錢才會免運費 因為有時候有些貨物叫Shipping Saver 就是你買了某一類貨 你就可以再扣一下扣一下 最後可能大約買200多元 就已經不需要運費了 其中一個好處就是 寄東西下來香港都很快 它用信封或者可以選DHL 價錢問題 如果便宜一點就是信封這個選擇 都不是很久的 大約一個星期至十天 就已經寄到去香港了 其實它寄到家裡都是不需要加錢的 但是它的缺點就是 有很多很受歡迎的貨物 經常都會斷貨 而且它不是專供在美妝和護膚品方面 所以它的品牌其實未必是大家 經常所熟悉的品牌 反而你可能會在裡面找到一些 小眾品牌 價錢比較便宜 但也很好用的東西 還有iHerb會有會員的redeem制度 所以如果你們去推薦朋友去買東西的話 都可以叫他們用你那個code 你又不會給多了錢 然後介紹那個人又可以有少少redeem優惠 我也覺得這個 scheme是不錯的 第二個網就是Beauty Bay 這個網其實都需要運費的 如果買東西少於30美金的話 就要給5美金的運費 如果買多於30美金的話 就不用錢的 這個是最低門檻 沒有得查的一個運費要求 Beauty Bay這個網站 其實我最開始 我為了買the ordinary 所以去用的 它的品牌也挺美國的 例如有大家都很喜歡她眼影的 Natasha Beverly Hills 然後Cover FX 然後有Jeffrey Star 或者Makeup Revolution 然後Minani 這些很多有開架 或者比較便宜的牌子 這裡也會有的 所以我覺得她的免運標準 不是設定很高的話 買一些比較開架的牌子 或者不是很貴 例如the ordinary那些 你買幾支才百多元 有時候你在其他網站 永遠都買不到那個門檻 Beauty Bay這裡就可以做到 但是她有一個致命的缺點 就是一來她最低的門檻 是沒有得查的 是不知道那件貨究竟去到哪裏 然後之後 你永遠好像收不到消息 是好像等運到的 我試過買她的東西 是買了一個多月都還未收到 然後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一邊等 最後是收得到的 但是那一天就好像中獎一樣 如果我買一些東西 價格比較高的話 我會寧願去其他網站買 寄過來香港是會快一點的 例如是什麼網站呢 就會是Sephora Hong Kong Sephora最近有個很好的消息 就是今年應該會有實體店 希望她不要好像很多年前 在旺角開的那間 又是買回Dior Cleanlake 即是我在Faces都買到的東西 不知道為什麼 她開了Sephora有什麼用 希望Sephora也會入回 例如Fenty Beauty 一些網上才有實體店 香港是未有的品牌 有得試飾會比較好 如果不是其實她開回香港 我覺得沒什麼用 Sephora Hong Kong 其實是一個覺得都不錯的網站 例如會買最近有Drug Elephant 這個護膚品牌 我超想試 我一直放了它在Shopping Bag 但是因為它比較貴的關係 410元一支保濕精華 我都還在觀望 而Sephora如果我沒有記錯 就會買滿299元 就可以免運費寄到她家裡 她寄的速度也不算慢 大約7-10天就會收到那些東西 而且她一直有得檢查 你知道那件貨到底去到哪裡 但是她的缺點就是 我覺得她沒有特別便宜 平時買東西都貴貴的 純粹是 看看你會不會有其他朋友去外國旅行 如果沒有的話 都會被迫在她那裡買 剛剛所說的兩個網站 都不算是我用得最頻密的網站 而我用得最多的 大家聽得最多的 一定是Selfrages.com 這個基本上是我每個月 或者每兩個月都一定會在那裡賣價的網站 Selfrages.com是一個英國的百貨公司 所以它不是什麼雜筆的網站 不需要擔心它是不是什麼水貨 但是它有一個致命的優點 就是它買的東西是名牌得來 比在香港的專門店便便宜一折 當香港Dior的一支粉底 是賣430-470元左右 在Selfrages那裡是賣3百多元 所以它便宜很多 而且有時候的東西是快過香港出很多 只要那些東西不是亞洲限定版 或者不是專門給亞洲出的話 Selfrages.com很多時候都會快過香港 但是Selfrages是有一個大家都很卻步的弱點 就是它一定要付運費 我自己一開始覺得是挺貴的 因為單次購買 如果不是他們買了連費計劃的話 你一次過買一樣東西也好 買十樣東西也好 都是給260元港幣的運費 但是如果你安裝了它一年的話 就像我一樣 就是給420元一年運費 買什麼都入運 所以就要看自己的需求 另外有一個很好的優勢 就是買東西超快寄到香港了 大約5天左右就可以寄到我家 到手上可以立刻自利用 但是近半年我覺得它的包裝是做得差了 近半年它經常用這個布袋 包著東西寄到我家 有很多時候眼影或者胭脂 我一打開就已經爛了 我給了這麼貴的運費 你包裝好一點 而且你知道是寄來香港那麼遠 所以是不是應該做好一點的包裝呢 令到它沒那麼容易爛 剛才說的那幾個品牌 其實都主供歐美的產品 如果說亞洲的話 其實日本和台灣 我都是叫朋友買的 但是韓國我最近 自從上次的第一次體驗 實在太美好的關係 我都外上了Gmarket 但是都是用過兩次左右 大家經常都很想我展示一下 但是其實我是一個不太擅長的人 所以我也是推薦大家用它的APP 用Gmarket的APP 其實很容易去操控 我自己用英文版本 它都有中文的 所以應該是不難的 去到的時候就選K-Beauty 它就會有很多不同的美妝產品 基本上很多韓國新出的化妝品 護膚品在Gmarket 都會找到的 比較大型的牌子 不是一些網路上瘋傳 但是很細的那些牌子 總之大家正常聽過的牌子 Gmarket都會找到的 但是Gmarket 不是所有的產品都找到的 一些比較舊 不是最新出的話 其實裡面不一定找到的 而且它是沒有免運費的 所以我覺得它是有一點點的缺點 但是它的價錢實在是便宜過 同一個牌子的專門店 在香港買的 半價至七折 是真的便宜很多 如果你們是喜歡K-Beauty的話 我覺得真的要學會怎樣用Gmarket 它寄來香港都快的 大約一個星期左右就已經收到的 我覺得是一個值得等待的時間 如果它這樣便宜那麼多 而且它很多時候 都會有很多不同的優惠 很多不同的QP 都是好像韓國那些優惠 經常做一家人買一送一的 所以我也覺得很優惠 我自己都很喜歡在那裡買東西 就是這樣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分享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影片 逢星期六的下午三點 和星期日的十二點鐘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